历史世界频道 入侵柬埔寨 柬埔寨战役 英语 Cambodian Campaign 又称柬埔寨入侵 侵略柬埔寨是1970年 由南越和美国在柬埔寨东部进行的一系列短暂军事行动 是越南战争和柬埔寨内战的一部分战役 1970年4月29日至7月22日期间 越南共和国军队进行了13次军事行动 1970年5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 美国部队进行了13次军事行动 该战役的目标是 击败柬埔寨东部边境地区的越南人民军 和越共的约4万名部队 柬埔寨的中立性和军事弱点使其领土成为一个安全区 越南人民军越共部队可以在此建立基地 开展越境行动 随着美国转向越南化和撤军政策 他试图通过消除跨境威胁来支持南越政府 1970年 柬埔寨政府发生变化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被废除 由清美将军朗诺取代 这为摧毁这些基地提供了机会 一系列南越高绵共和国的行动占领了几个城镇 但越南人民军斜线越共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险些逃脱了封锁线 这次行动部分是为了回应3月29日 柬军对越南人民军的进攻 在这些行动之后 柬军占领了柬埔寨东部的大部分地区 盟军的军事行动未能消灭许多越南人民军与越共部队 也未能夺取他们难以捉摸的总部 及所谓的南越中央办事处 他们在一个月前就离开了 但在柬埔寨缴获的大量物资促使人们声称取得了成功 感谢你收听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要立即加入我们的脸书社群一起讨论历史哦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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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